大家好我是Emily 今天要帶大家看的影片是我上半生的訓練 那接下來影片的介紹跟詳細的說明就交給威力囉 其實這個頻道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頻道是Emily and Willis 的 Lab 就是我們的實驗室 然後我們會分享很多的事情在上面 那可是針對訓練這個部分為什麼我當初會這樣想 就是說如果只有我自己的話其實說老實很簡單弄 可是弄出來的東西大家都大家可以想像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可是為什麼要找我老婆一起弄呢 是因為我們兩個人的訓練經驗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然後再加上性別也不一樣 所以希望可以藉由這樣子讓大家看到說在訓練上的多樣性 然後還有我們目標的不同 然後導致我們的訓練內容可能也不一樣 我們做的事情可能也不一樣 然後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 那今天你們待會可以看到的是我們Emily 他就是做上半身前側的訓練 我為什麼講前側其實我講的是 推的動作 就是可能是胸推肩推這樣的動作 然後包含他自己也想去加強他自己手臂的這個線條 跟手臂的甚至微度 就是三頭肌的訓練 所以你可以問大家可以聽聽他的想法 為什麼他會想要把自己再練得更壯一點 你可以告訴大家嗎 因為其實我自己個人一開始還沒重訓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上半身其實是很瘦弱的 如果相對於下半身來講的話 其實上半身手臂的部分是比較細 那其實我那時候的出發點其實想要藉由做重訓 然後做一些肌肥大的動作 讓我的手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現在的手其實已經有一些肌肉了 可是像一開始的時候我的手臂可以是說 像一般你們可能看到的女生就是很瘦沒有 完全沒有肌力的感覺 那當然是我自己部分的身內觀 所以我希望就是我的手臂不只是緊實 然後還可以比較壯一點這樣 OK 所以其實像很多女生她都很怕練壯 那當然很顯然Emily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她覺得她自己手臂比較細 所以她還是去做了一些我講的hypertrophy 就是肌肥大的訓練 對那 那像胸部的話呢 胸部的話你為什麼會想要這樣練 因為其實我覺得訓練它是一個全身性應該要均衡的一個運動 所以當我在練上半身的時候 我其實我希望就是做一個整體上的緊實 然後我希望就是我只是專注於在手或者背 然後卻忽略到我前面的胸部 那其實說胸部的鍛鍊呢 嗯 一般女生可能會覺得說 胸部的鍛鍊可能沒有辦法像男生就是呃 呈現是一個胸肌的狀態 因為我們女生胸部會有脂肪 可是對於拉提的效果其實我覺得還算蠻不錯的 因為很多女生都會害怕胸部下垂 那當你胸大肌質變比較強壯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就是讓你的 就是整個線條比較緊實 然後胸部的線條會更好看 OK 所以一方面當然就是 胸部的胸型會變比較漂亮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 整個訓練是非常均衡的 對 好 所以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她 就是Emily她 今天訓練的流程 其實一開始我讓她做的事情是 就是機械式的胸腿 對那 因為她其實Emily她的上半身肌力狀況真的不是很好 對就是她的起步我會說是非常非常弱的 相較於我接觸到一些女學生 她可能一開始她有辦法去做很多Press的動作 甚至我有一些女學生她可能可以去做槓鈴胸推都非常非常穩定 可是 就Emily她來說她真的是沒有辦法 即便我自己是教練 我知道她自己身上去嘗試很多的訓練 可是她還是沒辦法做到 所以為了她的安全為了她的訓練效果 其實我最後還是選擇用機械式的器材去做操作 她比較好穩定 然後她比較好去控制她的肌肉 對所以一開始你可以看到就是用這個機械式的胸推 然後她推的次數其實大概就在12下左右 對有時候我不會刻意讓她很著重在可能8到12下 因為8下有時候對Emily來說她的強度其實有時候太高了 她姿勢還是有時候會有一點點跑掉 所以我可能12下甚至她有時候推超過12下都是沒有關係的 對那這邊的話我們總共是做了就是前面一樣有暖身 然後到後面我們做了3組 3組可能大概12下左右的一個訓練 對然後你可以看到的是她其實她在做的時候她的肩帶都還是蠻穩定的 然後她的胸肌她都有在正確的去做控制 OK 然後第二個動作她做的其實是Chess Fly就是胸飛鳥的動作 然後胸飛鳥她是一個胸部的單關節動作 男生可以做女生也可以做其實男女生的訓練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就是Emily她在做訓練的時候其實她有用一些我的技巧 就是說她一開始的時候呢她仍先做的稍微前面一點點 然後把她整個姿勢都固定好之後呢 然後她才貼住椅背然後開始做一個胸飛鳥的訓練 而且你可以在影片裡面很仔細的觀察 胸飛鳥她是一個單關節的訓練動作 所以她在做操作的時候她其實身體非常非常非常穩定 她只有全身上下一個關節在動就是她的肩關節 她的肩帶並沒有因為這樣子而跟著一起動 所以胸飛鳥我們一樣是做了三組 一樣是做了三組 然後也大概是十二下左右 其實我們不會以Emily來說她的訓練 我不會特別去計算她的次數 因為我現在就她的階段來說 當我會說沒有很長的訓練的階段的時候呢 我會比較要求她這個動作的品質 所以其實她動作的品質只要一旦不好 我甚至會馬上請她停下來去做一些修正 OK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是做一個機械式的肩推 就是shoulder press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其實她的肌力狀況真的並不是說非常非常好 可是她還是很努力的再去做這樣一個訓練 然後之前今天推的部分也一直以來都是使用機械式的器材去做操作 今天本來想要嘗試讓她做做看啞鈴的 不過控制能力還是沒有很好 所以我不希望在影片上去做一些呈現 然後我們就直接用這個Life Fitness掛鋼片去做操作 對啊 然後她一樣是做了三組 這下 大概十到十二下 也差不多是十二下左右的這樣一個強度 對 肩推 肩推累不累啊? 肩推 其實 因為我上半身真的是蠻弱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真的蠻辛苦的 OK 好 然後 再接下來的話是一個 喔 啞鈴的側飛鳥 然後就是去增加我們三角肌中段的這個地方 然後 嗯 其實一般來說 出血者我們不見得會去做這個動作 可是為什麼Emily會做這個動作 其實是因為她自己也想加強她的三角肌 她的三角肌其實 她剛剛說她的手臂很瘦弱嘛 她自己覺得她的手臂很瘦弱 其實她的整個手臂無論是肩膀的地方 一直延續到她二三頭肌的地方 其實真的 在我剛認識她的時候都是相對來說很不結實的 就是真的是很沒有力氣 你可以直接說是小兒麻痺手 對 她說她的手是小兒麻痺手 對 所以 因應她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她其實 她的手很細 她說她是小兒麻痺手 她甚至會因為覺得她自己手太 不結實她不太敢穿無袖 對不對 太瘦弱了 所以我其實很少穿無袖 對 所以 因為她這樣的一個需求 我 三角肌我一樣就是很完整帶她去做訓練 所以 側三角的部分 我還是有讓她去做 那後三角今天沒做 是因為後三角我會把它放在她的背部的訓練 她目前的訓練的話 我們是三天一個循環 就是 一天是上半身的前側 一天是上半身的後側 然後一天是下半身 對 所以 這個三角肌就是只有練前側 今天只有練前側跟中間的地方 OK 然後在影片的最後呢 應該說訓練的最後她是做三角 三頭 OK 三頭的下壓的動作 然後當然這個就是去做她的手臂的加強 那為什麼我們最後只做一個動作 三頭下壓 其實是因為她前面已經做了一些推的動作了 她有做胸推 然後她有做肩推 其實在這些雙關節的動作裡面 我們三頭肌都會被訓練到 所以最後我們只選擇做一個三頭下壓的動作 這樣其實今天的訓練已經總共五個動作了 胸推 雙飛鳥 肩推 然後還有側飛鳥 跟三頭的下壓 對 那這個是Emily今天的訓練 今天這樣練下來妳有沒有什麼樣的感覺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到目前為止健身就 真正重訓的時間大概是五個月左右 那從一開始可能就是加減做一下到現在 其實肌肉感受度我還是覺得說需要有教練就是在旁邊協助 因為有時候其實觀看影片你會做那個動作 可是其實肌肉有沒有感受度其實是會差很多 像一開始我不知道怎麼控制肩帶 然後做很多姿勢都會跑掉 其實過程還算蠻多挫折 可是我覺得其實在初學者來講我要建議的是 大家其實只要先記住一個訣竅就是說先把動作做標準 然後注意你的肌肉每個伸展跟收縮的感覺 然後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只要確實有做到這兩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就已經算是很不錯的一個訓練了 OK 所以妳目前自己做這種訓到現在來說 你覺得成效怎麼樣 妳會很滿意這樣的一個訓練帶給妳的好處嗎 我還蠻開心的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看我瘦瘦的 然後覺得我應該是不會有什麼身材上的困擾 其實就剛剛說的就是我上半身的部分 其實一直讓我應該是說非常沒有自信 就是手太瘦然後整個上半身看起來很弱 然後再加上就是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我 皮皮的地方其實有一些橘皮 那相信很多女生都會覺得 哇Emily那麼瘦 你皮皮怎麼還會有橘皮 可是我就是女辦法就是 我那麼瘦可是我還是會有一些困擾 其實應該主要就是說 我當時的臀部肌肉不多 然後導致就是我的脂肪的臀肌的一些不正常的情況之下才會出現那樣 那當我做了重訓之後其實關於就最明顯的就是橘皮的部分其實漸漸消失了 當然現在還是沒有到非常的完美 可是就是以一開始五個月前的PP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開心了 OK 嗯 然後其實 呃 因為大家都覺得她很瘦就是 就好像沒什麼困擾這樣子 對 可是其實就我自己看其實就就是身材的這個 呃 好或壞其實還是還是看得出來的就是 呃Emily其實在我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很典型台灣女生的那種身材就是 身體可以講比較不好聽就是比較有點像泡芙人 因為她其實就是很瘦然後她的提示範比較高 本來多高 我原本提示範30 而且體重還比現在還要輕 對她本來她本來她本來體重本來體重多少 體重50 然後我身高是180 嗯 180 180 180是我理想的啦 嗯 我說原本身高是170 嗯然後 那時候量inbody的時候是30 然後體重才50而已 OK 然後現在呢 然後現在體重增加了5公斤變了55公斤 然後現在體脂只剩下19 19 OK 所以其實 呃她一開始體重很輕嘛 然後 呃 可是體脂肪其實很高 然後就是會有她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可能屁股比較垂啊 或是她手臂她覺得她自己手臂很像小兒把她閉手 因為她那個是 我會很老實跟大家說她剛開始的時候可能連正常的肌肉量都沒有 對 所以她現在還是在努力加強當中 不過 呃 金牛在大概一陣子的訓練而且她自己飲食也比較注意的話 飲食比較注意的結果就是說她的體脂肪已經下降的還蠻多了 然後就外觀上其實就很明顯的改善 對啊 然後 大概就這樣吧 嗯 她有沒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就是 要堅持下去 因為 有時候你做的事情如果是正確的話 其實你要給她一點時間 呃 不要太 嗯 超之過激 對 OK 好啦 要時間就是慢慢的累積 好 嗯 因為變胖也不是一天到勝法 對 嗯 OK 所以 呃 今天女生重訓的第一次分享就到這邊結束 然後一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們 嗯 可以在底下留言 好啦 掰掰 對 所以 呃 所以其實 我先吃